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園能會 其實他應該扳演一個非常超然的角色 所以我在這邊也請教一下歐陽老師 就是說這次園能會的一個態度 好像說核安安全我說了算 那這樣的一個態度 是不是大家能夠接受 你覺得他們應該要怎麼樣 跟社會大眾有更好的溝通 像你剛剛講說有監測 這個好像大家比較聽得進去 對不對 我要這樣講 顏能會被質疑 這是不是沒道理的 那深探剛所提的這些 都讓顏能會一再的被質疑 那顏能會被質疑的事情 並不是今天才被質疑 過去有一段很早很早早期有一段時間 顏能會是完全不被信任 那我講這個話 我要負責任 有一個事情可以做一個佐證 我們民國七十年代的時候 曾經發生過輻射屋事件 一個社會會發生輻射屋事件 而且一拖就是十幾二十年才最後到兩千年才解決掉 讓受害的民眾被一告再告 上市再這樣子來告我們的官員 我覺得大家都很辛苦了 那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沒有好的安全管制單位不被信任的時候 這個社會其實坦白講能夠安全的渡過來是運氣好 後面 後面因為有輻射屋的這種慘痛教訓把這個問題把管制 因為後面你會把一個問題拖了十幾二十年才解決這表示你行政能力有問題 你的技術能力也有問題 可是你覺得他現在有好一點嗎 現在我敢講啦 就是說我在言論會的時候曾經努力的跟他們一起共同努力把這個把這個管理啊 員工的受訓啊 培訓啊 種種 還有整個制度面做一番 他整個言論會被我翻遍了啦 因為所有的這個組織啊 內部組織一再的改造嘛 那人臉調動是我在 可是你現在不在位置上嘛 我不在這位置上 所以我是認為說我很遺憾的 這發生目前這個情況 言論會並沒有說明清楚 其實是說明的能力還要有待加強 那我自己相信 言論會這個核能安全管制的官員 在曾經我跟帶著他們一起努力的情況之下 已經變得非常嚴謹 甚至嚴謹到我說我都會覺得很生氣 過度保守 讓工程的進行 花費了很多 浪費了很多錢 把這些錢沒有用在刀口上 這是很不應該的 好 所以你可能談到核四問題對不對 好 我們再來看 其實核能我們要往非核家園 其實還有一個問題一定要解決 就是核廢料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回到馬政府的一個能源政策 我們看到他一定要核安 然後穩健的減核 打造濾能低碳的環境 然後才能夠邁向非核的家園 那這幾個的一個宣示 我們看到說要減核 包括我們現在的核廢料 其實我們看到一個資料 我在這邊念一下 就是說如果台電公司的公佈數字 他說如果有四座核電廠 然後八部機組的話 運轉四十年 一共會產生一百萬噸桶 那這是很可怕的一個核廢料的 而且是還沒有加上燃料棒 只是一般的核廢那個核廢料而已 所以也有人就主張說 那幹嘛要處理這麼大的一個成本 因為他就是變成交給下一代 所以有人說這是一個世代交替 一個正義的一個問題 好 那要不要交給下一代 還是說我們現在 核一核二核三 就依照年限就停了 核四也不要了 所以這個變成大家在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討論 所以我先問深翰 你們對這樣子的一個核廢料 你們是怎麼看 因為現在台灣真的又擺到藍魚 藍魚也不要啊 這個成本很大 我們必須說也是一樣 雖然我們是一個反核的立場 但我必須說即便現在台灣全部的核電廠就廢了 即便我們一樣要面對核廢料處理的問題 這件事情我們躲不掉了 這件事情我們絕對躲不掉了 但是目前在核廢料的處理裡面 確實讓我們很擔心的地方是 目前確實大家對台電的處理 包括像藍魚 藍魚的核廢桶當時放在藍魚後 那個桶子的狀況是非常非常的危險 雖然到去年底的時候才重新整裝完成 但是這中間的問題又爆發出很多 大家質疑你沒有那個 你的安全違法亂計的問題都在這裡面 那就我們的立場來說的話 第一個很明確的是 我們一定要來面對核廢料的問題 但是現在為什麼很讓我們很不很不放心的事情是幾乎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核廢料的處理或者核後端營運基金是由電力開發業者來自己提出的 所以都變成是誰來付的 都是台電自己提出的 這是我們很難 因為這個我想歐陽老師也知道 各個國家的這個 特別像核後端基金怎麼運用 怎麼管制核廢料的這個東西 全部都應該 不可以讓電力開發業者自己來提出這個東西 而國家幾乎沒有其他 一個管制或者是一個監督 就是管制有原本會在管制 可是整個國家核廢料政策的方向應該是由政府來提出 而不是由電力開發業者的臺電來提出 這是一個讓我覺得那個球員兼裁判 這是一個非常大在角色上的問題 好 森翰剛剛講的 我不曉得李所長你怎麼看 你站在一個環境管理 尤其這些核廢料真的 如果只是臺電自己在那邊說了算 那這不是也讓人家很懷疑嗎 對 第一個剛剛回應這個森翰他的這個質疑 我想因為其他國家大部分都是屬於電力自由化 所以他的所謂的電廠都是民營的 所以他基本上跟政府的關係是非常清楚 就是兩個就是一個一個就是業者 一個就是被管理者 那現在呢我們國家不一樣 臺電是一個政策的執行者 所以他也不算是一個真正的業者 那麼他也算是政府的一部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麼政府也沒有其他的這個單位可以來出錢 或者是來做這樣一個管理 所以基本上就會現就會變成是我們現在這種模式 所以這種模式是我們國家 在我們現在的這樣的一個電力系統裡面 那麼的一個很特殊的一種情況 那另外就是說剛剛主持人問到 那麼對於這種核廢料問題 那麼這個的確是我們今天在看這個核能 我們為什麼要談非核家園問題 除了這個核安問題以外 其實最關鍵還是在核廢料 因為他成本越來越高 對 因為核廢料 你 你 你他的這個時間是非常非常 處理的成本很高 那麼這長的過程當中 只要有一個時間點有出的疲漏 這個疲漏很可能是人為 可能是天然災害 那麼都會產生一些比較大的一個問題 那這種問題往往你累積的越多 那麼也不是我們可以來處理 我們人類可以來負擔的 所以這個部分是我們最擔心 但是有時候我們也不得不去 一步一步的走下去 因為你也沒有 因為這就是一個科技的東西 你又要讓 又要靠科技來解決 因為人類相對之下 就顯得非常的無知 也非常的無能 因為你真的製造的東西 沒有製造很容易 但是你要去處理卻很困難 所以那麼這個就是我們人類 我們人類是需要反省 我們對於這樣的一個能源 我們是需要他沒有錯 可是他如果產生一個過大的一個負荷的時候 那我們的確是需要好好去看待這樣的一個 確實核廢料現在的處理成本越來越高 而且包括人為或是環境等等因素 常常是不可控制的 那我們現在臺灣對非核家園 有一個很大的爭議點 就是核四 到底要不要蓋核四 他現在是不是一個拼裝車呢 還是說他應該停機了 不應該再蓋了 到底應該怎麼辦 其實我們先來看一個VCR 看能不能夠在具有條件的情況下 逐步的減核 不過目前還沒有辦法 完全把所有的核電廠都廢掉 變成一個非核家園 2009年3月光是一場颱風 就讓核四反應器廠房淹水損失4000萬 光2010年就爆發兩次大火 一次爆炸 兩次跳電 兩次電纜鋪設錯誤的公安事故 不僅如此 臺電還自行修改電廠設計高達395處 其中20處都和安全相關 這個品質上確實是有問題 譬如說這個最近一年的話 它就是在抽換所有的這個電纜 現在有些設備的話 也許裝好已經10年了 還沒有開始運轉 已經開始要更換了 所以這個是蠻大的挑戰 曾擔任美國奇異公司工程師的林宗堯指出 試運轉是保證核四安全的唯一途徑 目前核四試運轉連連出錯 顯示核四需要總體檢 民間團體在第二次核四安全監督委員會召開前 要求核四立即停工 但政府相信台電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建核四 對外界保證核四不安全一定不會運轉 核安專家的憂心依然出不了會議大門 一週後謝德智掛官求去 林宗堯也隨後請辭 如果高層再不重視這個問題的話 這個監督委員會也算是名存私亡 日本核電工程師舉地楊一 曾來台為核四工程打下三分的低分 福島核災過後 他對核四的未來更加憂心 日前研究指出 核一二四廠附近的山腳斷層 從四十公里延伸為八十公里 對核電廠威脅大增 核一核四耐震係數分別是零點三隻 和零點四隻比福島的零點六隻更少 台電表示會提高耐震係數來應應 一九八零年以來核四爭議不斷 因為核能安全一直是人民心中最大的隱憂 問題重重的核四已經花了全民兩千七百億 因應福島核災還要追加更多預算 這樣的投資值不值得 其實核市場從這個蓋場一直到市轉 現在已經十二年而且花了兩千七百億 哇真的是很大 而且我們剛剛也看到這個核原能會的 這個安全監督委員林中瑤 他要辭職前就提出核四的幾大問題 沒有人可以解決 那現在到底是他應該停機呢 還是說繼續蓋下去然後再運轉一下 試轉一下還是說乾脆都不要蓋了 我不曉得歐陽老師你怎麼看啊 我想大家應該都還記得兩千零二年的時候 核四廠曾經發生過一個基礎品質案對不對 那基礎品質案就是說他那個基礎要埋 埋在水泥裡面的那個那個襯板 他隨便焊了 用不合格的材料 用不合格的工法 這個想埋在水泥裡面就看不到了 就埋掉了 那是我對這個問題提出一個處理 所以那時候我剛擔任主委才幾個月 沒有沒有人能夠幫助我 我只好就下令我核能研究所組織團隊去調查 然後最後逼著臺電這個跟中傳協商 這個把這個這個拆掉 拆掉整個拆掉重做 這在當時是很大的事情 所以我對核四廠也就龍門計畫沿途的這個品質 我是很關心但是我也就是說 在的時候我關心得到 我不在的時候坦白講 我退休之後我也關心不到 所以這個核四廠 當然後來我有機會 因為是國營會經濟部國營會 請我去幫他們看一看核安方面的市場 那你現在覺得他怎麼樣 我去看的時候 當然在看之前 在我退休的這幾年當中 我也陸續聽到有 我圓能會有在抱怨品質問題 施工改這個設計改自己修改的問題 還有圓能這個臺電也在抱怨 圓能會管制不當的問題 我反正兩個聽了兩個耳朵都塞滿了問題 我都覺得一頭滿頭霧水了 也沒辦法實際瞭解 但是我最近去看了一次核四廠 坦白講啊 那個我看起來那個整個工程品質上 當然我看的是覺得花了很多錢 堆積出來的東西能夠不好嗎 一定 呃不一定喔 對啦 我是說能夠外表看 我到底是安全不安全 因為我沒有 我只是從外表看一下走馬 我看他走一趟 我能夠做什麼保證 對不對 所以連你都不敢保證 現在因為我沒有前程去盯他們這些品質問題 所以我是認為啦 這個問題變成 好了 變要請國外的遠來的和尚來幫我們念念經 看能不能超渡啦 是把它超渡成停止完蛋呢 還是把它超渡成可以操作 又活過來呢 這就看遠來的和尚怎麼念啦 這個經很難念啦 這個經很難念喔 到底還要國外的和尚來念經 那能不能超渡還是要停擺 真是一箱的問題 我們先休息一會兒 待會兒回來 我們現在加了這個聖子柴油出來以後 味道沒有那個柴油那麼嗆 香香的 而且出來沒有煙 好嗎 聖子柴油 跟他也一樣 好嗎